大家好 我是Mia 今天我们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要从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过来接我们的小狗 这位客人他比较特殊 他不需要我们送过去 然后他自己从那边过来 然后直接到我们家里来接这个小狗 那目前这是两只 我们今天看他们会选择哪一只 这两只他一宝宝都是比较 体型是比较小的 然后都是弟弟 那我们今天就拭目以待吧 一会儿他们就来了 这两只泰迪宝宝呢 它是一个偏浅设系的 我们这位客人呢 也是因为看到我们浅设系的 然后特别喜欢 特意从拉斯维加斯坐车 到我们家里来接他 那我们现在这两只泰迪宝宝呢 是已经接近三个月大了 他们的颜色呢 是一个香槟性色 特别的好看啊 现在这个香槟性色 也是一个特别流行的颜色 然后他们的体型呢 是特别的小 脸呢 也是偏寒细的 小鼻头大眼睛 这个看起来是特别的可爱的 然后他们现在目前的话 就有基本上两点出头这个棒左右 然后以后应该会是特别小的一个体型 他们两个的话 真的是我见过的 特别乖的小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家里 我基本没有听见过他们叫 他们应该是从来不叫的 特别特别乖 在家里就是你平时干个什么的话 他们就会在那乖乖的坐着盯着你 然后不会叫的 真的不会叫 超级乖 我都觉得很惊人 然后他们出来玩的时候也很活泼 你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玩自己的 很活泼 就该活泼的时候活泼 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性格也特别的好 超级的听话 虽然是小男生 但是他有女生的文静 也有男生的活泼 特别的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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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